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的专访 跟讨论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 在社会运动场合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议题 或是看到那个冲突面向的背后 事实上有些更重要的结构性 或是在制度性上面的因素 那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 刚好是这个母亲节 那我们想这个母亲节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时间 或在前一天大概都在庆祝这个母亲节 不过虽然是母亲节 但是我相信在台湾很多的妈妈的压力 其实是很大 因为她不但要去照顾自己的小孩 她同时还要再去职场上面工作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母亲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会去面临到一些挣扎 或是冲突 或是该怎么样去选择 这也导致有一些家庭 可能不太敢去生育 因为这个生意的原因 其实除了照顾之外 经济的压力 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考量的因素 所以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恐怕还有一个比较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除了是在于整个产业的形态 或者整个劳动的形态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说 那小孩生出来 怎么照顾 谁来照顾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托育政策 催生联盟的发言人 王兆庆来跟大家谈公共托育的这样一个议题 兆庆你好 管老师好 还有各位网友 大家母亲节快乐 我们其实知道在台湾的小子化的问题 大家都很严重 当然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 就会特别的感受到 好像这个小孩越来越少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学校招生不足 老师的工作的权益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想更前端面临到冲击的 其实不是在大学或者不是在中学 甚至也不是在小学 而是在六岁之前的整个托育的环境 那这个托育的环境 如果不是很健全的话 或是不够充足的话 我相信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不太敢生小孩 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所谓的托育的政策 托育的制度跟少子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必然的关系 或者是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好 刚刚老师讲到说大学现在 老师们应该都蛮焦虑的 因为大学很多要被迫退场了 我记得教育部有好像讲说 不知道民国几年少 会退场至少一半 那加上之前 我相信很多国小国中 他们也早就碰到少子女化的问题 所以空教室越来越多 还有补习班也开始 大家觉得非常竞争 可是其实在六岁以前这个托育 特别是我用三岁以前好了 就是最小小孩应幼儿的托育 其实市场状况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 就是教育产业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托育现在非常行非常热门 是一位难求 大家是要排队强的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托育的这个机构比较少吗 对 其实跟老师刚刚讲的就是 少子女化这个有一点关系 因为虽然少子女化 但是托育的需求就不断在升高 那个背景就是妇女就业率不断在升高 对 为什么在少子化 就是这个母数大为减少的情况下 托育产业还可以需求这么高 就是因为越来越多妈妈需要 也想要出去工作 那如果妈妈想要工作 小孩子来照顾 在过去传统 小孩照顾责任在我们台湾 一直被锁在妈妈身上 但是现在妈妈想要改一个新角色了 那托育的需求就应运而生 相对着这样的这些现在存在的市场上的托育服务部门 也开始增加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得到个答案 就是托育需求的增加 跟妈妈的就业有关 那她为什么跟少子女化也有关系 其实是因为在台湾之所以 现在少子女化 就是因为现在的托育服务量还不够 还不充足 以至于很多妈妈生了一个 她如果要维持就业身份的话 她很难再生第二个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 尤其是一孩家庭可能会有这种经验 就是生了一个小孩才知道 天啊原来这么累 晚上根本没得睡 然后就算过了那段日子 每天上下班接送小孩也非常痛苦 然后加上小孩一生病 办公室就要请假 就要面对老板跟同事各式各样的眼光 所以大家在各种压力之下 就会决定说 哦原来想要兼顾工作跟育儿是这么的累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生一胎就好了 这是很多人心里面都出现过的对话 那正是这个我们家只要生一胎的信念 造成了现在的台湾小子女化 因为台湾人不是完全不生 而是只生一胎 这就是我们说 我们台湾低生育率现在只有1嘛 生育率只有1 因为那个1的意思就是 一位女性一辈子平均预期只会生一个小孩 那但是合理的生育率应该是2 也就是一位女性一辈子应该是 可以生两个小孩 那个才叫做合理生育率 因为那个通常是人口学上讲的替代的关系 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两个小孩 那叫做人口替代 可是我们只生一个 这就会造成少子女化 所以托育跟少子女化的关系 回过头来讲 关键原因就在于 如果托育的价格 还有可信赖度 还有普及性和方便性 没有办法增加到支持家庭只生两个小孩的话 那家庭就只生一个 那就会少子女化 那现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就是托育真的有各方面还需要改进 我记得我们在过去 在我们自己小时候 实际上台湾的政府有一个政定宣导的广告 广告就是所谓3321家庭计划 这3321家庭计划 就是您刚刚提到说 一个家庭必须要有最好只有两个小孩 那还要跟你讲说每隔三年生一个 然后结婚三年生一个 每隔三年再生一个 那也就是说 当时人口其实并不是太多 所以他鼓励这个生育 可是现在你会 刚刚你的讲法 其实是完全是反过来的 那我相信在一个传统华人的观念当中 多子多孙多福气 虽然已经不是在这个农业时代里面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希望家里面 这个小孩 至少他会比较热闹 或者是在观念里面 其实还会觉得生还小孩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不过以你刚刚的说法是说 这个生小孩其实是为什么不敢生 或是不愿意生 是因为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的状态 或者整个托育政策 他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让很多的妈妈 或者是很多的爸爸 其实就考虑到生小孩 那生一胎就好 当他生完一胎之后 他又发现原来这个问题 这个养育的问题是这么的严重 那回过头来 就是到底在台湾的这种 所谓的现行托育的政策 是什么样的情形 为什么 他没有足够的这种 所谓的支持的系统 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家长 他反而不敢生育 不敢这个 不敢生育 不敢托育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因为 政府过去没有把 学前托育政策 当成是国家的重点 因为 很简单 因为过去台湾一直有一个信念 就是照顾家人 是家人自己的事 照顾这个照顾家人 包括老人跟小孩 所以其实最早以前 在我记得在郝伯村当院长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有提出一个政策叫做 就是三代同堂 希望老人小孩都在家里面 三代同堂 这样子妈妈可以照顾两边 所以家庭照顾责任 不管照顾老人或小孩 一直是被绑在家庭之中的 国家会认为 谁才需要政策介入 就是那些特别穷的 失青的 家庭解足的 我们所谓的残补是福利 国家才会想要去管 而一般人如果你家庭 家庭的成员都还存在 国家通常不会想要管 那所以这个是 台湾长期的政策脉络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刚刚说 托育需求其实有提高 因为妈妈要工作嘛 好了 那所以现在回应需求的 就是市场部门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市面上邻里的私立幼儿园 私立托育中心 或是私人保姆 这些大量的私人服务部门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满足了台湾的托育需求 那可是现在碰到一个瓶颈了 因为以前也许大家 收入还OK 物价 应该不要说物价 台湾因为政府一直说 台湾物价涨得很少 应该说过去的收入 大家会觉得 我可以承担 我托育小孩的费用 但是现在发现 青年的低薪化 这件事情 造成青年也付不起托育了 特别是付不起 私人部门的托育服务 因为私人托育服务 它是为了要 要不然就是为了要赚钱 要不然就是它本来 要符合它的市场价格 所以青年薪水变得付不起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现在才会有这么多 大家要呼喊 我要公共托育 我们抽签抽不到 排队排不到这样的声音 因为大家发现 我不只要托育 我还要价格跟品质 符合我需求的托育 那所以公共 现在这个所谓的私人托育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零到三岁找私人保姆在台北市要一万八 那找托育中心大概要两万块一个月 对如果是幼儿园 二到六岁的幼儿园的话 在台北差不多要一万五左右 对这是现在的价码 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刚刚想要生两个这件事情来看 如果生两个都找保姆的话 你可是要去掉三万六哦 三万对 可是一个家庭的收入 两个夫妇加起来 说不定他才只有六七万甚至不到 对而且老师我们现在是算的夫妇加起来 其实大家通常算的是妈妈的薪水 因为如果妈妈薪水 没有办法高于两个孩子托育的费用的话 妈妈就会选择辞职 所以妈妈薪水一定要高于三万六 他才会想说我要不要给保姆带两个 那其实但是其实通常如果只高一两千块 假如比方说有一个妈妈收入三万八 他心里面一定会想 天哪我每个月辛辛苦苦累的跟狗一样赚三万八 结果两个小孩托育就出交三万六 我赚这两千块干嘛 我干脆辞职回家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思考就会不断的冒出来 那这样国家就没有办法创造兼顾工作跟育儿的环境 嗯 不过不管是一万五或者是一万八 或是刚刚谈谈两万 的确对一般的这个 特别是年轻的家庭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负担 但是这个所谓的一万五两万或是一万八 它是一个市场机制自己长出来的吗 或者是说国家不是都有一些所谓的生育补助吗 或是育儿补助 这个还不足够来去支付大家去住啊 这个所谓的托育中心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照顾 把孩子交到那边的这种经费吗 对 其实老师问了一个关键 就是为什么价格会这么高 第一个是因为私人市场有盈利的需要 所以他除了垫付自己的人事成本 和日常营运的这些比方说食材费啊 玩具费之外 他还需要一个盈利的趴数 所以第一个有盈利趴数需求 价格就下不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那国家的补贴为什么没有发生作用 第一个原因是国家补贴数量也很少 他可能每个月给你两千块三千块 但是那相对于我们刚刚讲那些价格 其实是不能说杯水居心啦 但是他的占比可能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其实影响不大 第二点更可怕的是 过去的经验发现国家发了托育补助 都造成市场涨价的效应 就是你发了两千块 市场就应声而涨一千五 或是你发了三千市场就涨两千 这个是在过去主机处的妇女婚宇就业调查里面 一直在一再发现的发现的现象 不管教育部或卫福部发的补助都是有这个结果 所以大家已经开始检讨发钱没有用 所以其实也很清楚就是你发钱表示你有钱 那我涨这个所谓的托育的这个经费 这个所谓的费用 其实你自己也是可以负担 反正政府也帮你付 那对你来讲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支出 可是在实际上面 他造成的这个所谓的托育的费用是越来越高 那刚刚谈的是一种比较私人的这种托育 可是我们知道有些公立的这个幼儿园 或是公立的这个托育中心 那这些所谓的公立的机构 也不足以去支持或者不足以去应付现在的需求吗 对现在公立机构为什么我们会说 现在他我们一直批判公立机构也做得不好 需要改革 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他数量严重不足 那原因包括说他的成本太高 比方说我们以二到六岁的幼儿园来讲好了 过去都是一直叫所谓的公立幼儿园 或是国小富社国小富幼 那国小富幼为什么开不了太多 因为他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 你每教育部有算过每半一间国小富幼 一年就要吃掉 他可能照顾比方说九十九十多个孩子 一年就要吃掉县市政府八百万的经费 原因是因为他的人事成本非常高 因为公立幼儿园顾名思义 他的老师就是公教人员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老师也是公教人员 老师一定知道就是国家负责公教人员成本 其实最大的不只是薪资 而是年金 所以地方政府为了这个人事费 财政压力会非常大 那第二个是因为 有些公共托育服务的硬体成本太高 这个是包括像零到二岁的公共托营中心 公共托营中心在新北市的经验 他照顾七十个婴儿 零到二岁的婴儿 他的开办费要花将近一千万 因为在现在的法定规格里面 你想要盖一间这么大型的托营中心 他的消防、建管、设计 这些建造这些相关的费用成本都非常高 所以他的开办成本这么高 地方政府也吃不下来 那这种财政不可负担性 不管是公佑的人事费 或是零到二岁公托的硬体费用 这种财政不可负担性 是让现在公共托营 没办法扩张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公佑其实也没有完全符合家长需求 有去查过公佑的家长一定知道 公佑是通常是四点重要下课 而且有函数假 可是有谁的工作 可以每年休三个月 陪小孩寒数假 我想是没有办法的 对 所以这些不解决的话 其实公共托育也没办法符合家长的期待 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底下 因为他比较小 所以他很多 比较好一点的状况 可能是他阿公妈可以去把他接回来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家庭 恐怕是很难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也会使得这些公立的 公共的托幼 事实上还无法跟私立的私人托幼 竞争的原因 因为他其实在现实上面他是没有办法去符合一般上班族的需求 对 这特别指的是二到六岁的公佑 所以我们现在会一直呼吁政府要改变过去的公共化策略 我们刚讲两大问题 财政的不可负担 第二个是服务的内容或品质 不符合家长的需求 所以这两个都要去改革 所以在二到六岁我们现在在呼吁教育部要 除了公佑之外要改推非盈利幼儿园 这可能比较少家长听过 但是就是希望除了公佑私佑之外 多一个选择叫做非盈利 他的公共性也比较高 可是他的收拖时间 教育内容都更符合家长的需求 那他是公共化大家族的一个新的成员 我们会希望教育部这样推 那同理在零到六岁我们也希望 卫福部可以推公共保姆或者是公共家园 就是他是在公共托婴之外的新选择 那也是一样让他更有财政可负担性 我们待会更详细的讨论 简单来讲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托育政策 不管他是用补贴式的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私人营运的 或是像公共的托育中心 看起来是有一些问题 不管是在于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或者是在于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实际交付的 这个所谓的费用 还是在家长的生活形态上面 他看起来都有一些明显的落差 那到底该怎么办 就像刚刚谈到 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这种所谓的托育公共化 也是很多人所主张的一种 所谓的价值跟目标 可是在现实上面该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来讨论 这个实际的做法到底可以是什么 你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远载报新闻 台中市政府因为办公附近不足 打算披荐第二办公园区 选定惠中路和台湾大道口附近 两块中心大学赴农的土地 目前已经变更为机关用地 不过却引起血小失真的反对 他们认为这块地有许多实属成果 如果成为机关用地将影响学生的受教权 台中市长林嘉隆 5月9号亲自参加新大赴农的校务会议 学生在场外拉着白布条抗议 林嘉隆数度为先前的沟通不良致歉 也承诺表示 目前规划使用的大约只有一半面积的土地 除了将以学生权益为考量 也将协助学校与企业产学合作 目前先暂停相关程序 和师生取得共识之后才会进行 行政院圆明会二月公告的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 将私有土地排除在原住民传统领域外 引发许多圆明团体抗议 他们认为划设办法通过后 在圆明传统领域范围内的大型开发案 就可以不必获得圆明的资商统一权 将损害原民的权益 原民团体和立委高路移用等人 也在5月9号早上开记者会 诉求划设办法的传统领域 应该要不分公私有地 同时也强调 这个诉求不是要抢夺私有土地 而是禁止于空间范围的划设 不涉及私有财产的变更和剥夺 他们诉求的目的在于 还原历史人像 让原住民族和政府达成个别的第一步 而当天下午 立法院党团协商后 对划设办法还是没有共识 全案送交院会继续协商 将改由立法院院长苏家权来主持 台中黎明幼儿园 因为拒绝参与市地资办同化 征送多年 幼儿园在去年11月的协调会上 取得台中市政府缓拆半年的承诺 现在缓拆的期限就要到了 为了抗议台中市政府 没有善进督导重划会 与幼儿园协商的责任 5月7号 申援者在台中市民广场发起 孩子的未来不能拆 武器游行抢救黎明的活动 他们要求原地保留幼儿园 他们也提出 市地重划立专法的诉求 东海大学市会期副教授杨友仁就批评 台中市政府可作为而不作为 没有善进身为主管机关的职责 除了无视幼儿园提出的保留方案 也没有积极协调重划会 与幼儿园之间的换地协商 他呼吁台中市长林嘉龙 展开对台中市整体的 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欢迎这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在刚刚大圆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原住民传统领域的争议 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延绕 上上礼拜 我们看到警方在凯道两次的去清除 在道路上面的这些原住民族 所提供的装置艺术 所引发的一些小小的冲突之后 其实要实时进入到立法院里面 来去进行相关的审查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两次来去访问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一开始就把传统领域的私有地划分出去 那其实会让原住民的这个土地的协商权益 会受到一些影响 特别是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政府的开发案越来越多 也特别在东部的开发案越来越多的话 他所受到的影响不是一个传统领域的问题而已 可能是整个台湾的山林环境 都会受到一些很大的这种冲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让我们持续必须要去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们要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谈的是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 台湾的这个公共托育的政策 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托育政策吹声联盟的发言人王兆庆 兆庆你好 是老师好 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 不管是私人的这种所谓的托育中心 或是公共的托育中心 甚至是政府所补贴的这种补贴式的这个托育政策 事实上看起来都有一些问题 从你们这个联盟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们对这些问题提出了 所以那种做法提出了一些质疑 可是你们的具体的主张又是什么 好我们的确对现在的不足 或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解方的 那我们的解方就是 要推动评价优质普及 而且政府可负担的公共托育 也就是要同时符合这四个原则 它价格真的要够低 低到家长可以付得请两个小孩的托育费 那一定要够优质 优质到家长愿意信任托育 愿意把自己的小孩交给这一个陌生的机构或是陌生的人 要好到让家长愿意信任 然后够普及是要在家长家的附近 你走路也许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到 不需要就是长途跋涉 然后或是每天一定要就是开车才能接送小孩 不需要这个样子 第四个是针对政府的 对政府来讲 它也是现在财政可以负担的 那特别是也要让地方政府付得起 因为蛮多地方的地方政府其实是很穷的 对大概是这四个原则的条件之下 我们来构思出说好那公共托育应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构思出的方法在2到6岁叫做非盈利幼儿园 那在0到2岁叫做公共保姆还有公共托育家园 那我们取这些名字 好像现在一时之间大家可能记不起来 可是它的背后的根本逻辑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些托育服务的设计的里面 它要同时符合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先讲优质好了 大家可能一直没有注意过就是我托育的对象 老师的薪水有多少 因为我们通常在选幼儿园 选托育中心的时候都是看说 我喜不喜欢这个托育环境 然后里面交的东西怎么样 有没有足够的才艺 大家不会想到里面老师的劳动条件 那可是我们第一个要改的就是 这些公共托育的劳动条件要够好 好于现在的私立 因为大家可能没听过 私幼跟私托在台湾的薪水 是非常可怕的 大概可能只有两万二两万三 那台北好一点两万五 可是其实这个不只是起薪 这可能是他做了五年六年 都是这样的薪水 所以私幼你去Google 有网友愿意Google一下 你去查一个血汗幼儿园这个关键字 你就会发现大家很多现在开始业界在讨论 台湾的幼教又托的劳动条件非常不好 老师人才流失 所以你有可能发现过你去读私幼的话 奇怪老师怎么一直换 你小孩在私幼读了三年 老师换了八个 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老师不断的流动 因为劳动条件太差 所以我们现在推的公共托育 他的劳动条件都要优于私幼 真的要一个合理正常的薪水 比方说非营利幼儿园就是要三万或三万亿七跳 而且每年可以调薪 他可能没有公幼的成本那么高 他可能没有公幼老师薪水高 可是他相对是好的薪水 又是政府付得起的 你的意思是说 像让现有的私幼的幼儿园的薪资是提高 应该是说我们用非营利幼儿园 或是我们说的这种公共托育 因为私幼薪水政府管不到 这是最大的麻烦 那所以我指的是 我们推的一种新的公共托育形态 他不是过去的公幼或公托 那他换个名字 但是里面老师的薪水设计会不太一样 比方说公幼是因为他不是拿劳保 公幼就是公教人员嘛 可是我们非营利幼儿园拿的就是劳保 那但是薪水会比私利的好 这是第一个要创造优质的背景 那评价很简单 就是只要让公共托育的家长负担 只要负担成本加了七成 这样就好了 那因为在公共托育不会有盈利的需求 他不需要抽我刚刚说那个私幼的%数 私幼可能要抽你20%是他的盈利 但是公共托育不需要 所以费用也会降下来 那普及的话 我们现在是规划 比方说非营利幼儿园或是公共托育家园 希望是每个国小都能利用空于教室 再多设一班 那国小的空间 而且国小是全台湾所有公共政策里面 地点铺设最普及的一种公共设施 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这件事 那所以利用国小公寓教育 都来设置这些公共托育 这是普及的策略 那最后的可负担性 就是不管是非营利幼儿园 公共家园或公共保姆 他都会构想到是要政府负担得起的 所以有些家长会负疑 为什么不给我公幼 而是要非营利幼儿园 因为公幼 大家可能不知道 超便宜 公幼是三千块每个月 那非营利幼儿园可能还要七千或八千 但是相比于 我们刚刚讲私立在台北 一万五一定都是便宜很多 可是有些家长会想要公幼 因为公幼最便宜 而且最便宜 而且就是三千真的是一个非常 听起来漂亮的数字 可是因为它违反 我们刚刚说的政府可负担性的原则 如果我们现在都用这么低价的公幼的话 那会造成就是生多粥少 它会变成像是政府花一大笔钱 但是CP值很低 就是我花一大笔钱 比方我同样花一百万 可能照顾一百个幼儿 这是公幼的状况 可是我在非营利那里 政府投资一百万 也许他可以照顾两百个幼儿 那可得性就更高了 那我们会觉得说 在这个时间点 要让最大多数的家长都能获利的话 可能要做一个折衷 不是用最便宜的方式 而是用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 政府也可以负担的方式 大概是这几个逻辑 是我们现在想要推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价格上面 它相对之下是比较便宜 在介于所谓的公幼 跟所谓的私人的托育的中间 那在空间上面 是可以用现有的教室 就是小学的教室或其他的空间 来改装 OK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它一方面可以去降低 在很多家长对私幼的这种薪资的负担 但是同时又可以提高 有关于保姆的这些所谓的薪水 对不对 就是这个所谓的薪水 可是这边就会涉及到几个的问题 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蛮好的 那这边会涉及的问题说 好那这些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 它的组织的形态会是什么 就是一般的财团法人NGO吗 还是由政府还继续设立 在公优之外另外成立的一间所谓的非营利的这种机构 其实是现在是用私单位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私人部门的NPO 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财团法人 基金会或者是社团法人 比方说福利社团法人这些东西 所以是由政府提供空间场地 招标委托给这些非营利法人 来承办所谓的公共托育服务 那它比较不是政府直接自己自己拿来聘人 虽然政府也有思考过要不要做一个公社财团法人 就是然后全部自己来承办这些东西 那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 现在政府比较倾向就是用民间的力量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方向 例如说好了 是私人办的这个财团法人 私人的应该讲说这个所谓的财团法人或是NPO 他们有能力或是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或是足够的数量能够去支撑 这个庞大的这个托育的需求 对确实这是现在大家对就是 比方说教育部的非营利幼儿园计划最大的质疑 因为现在教育部已经公开承诺 它四年之内要开一千班 四年全台湾开一千班 那非营利幼儿园为主 所以开始大家开始质疑说 到底有没有这么多NPO可以接啊 就是在现实上面可能也没有这么多 跟幼教有关的NPO嘛 对对对所以其实 从正面开始来思考的话 就是已经有一些福利团体开始想要往 幼儿园这个方向走 比方就我知道伊甸基金会 伊甸基金会过去是做生意障碍 那但是他现在也开始想要 他已经开始接了一间嘉义的非营利幼儿园 那原因是因为伊甸基金会 他们也觉得 如果生意障碍的孩子 他们可以 他们自己有生意障碍的孩子要照顾 那同时他做一间非营利幼儿园 一方面照顾非营利 他自己的生意障碍的儿童 另外一方面照顾当地的一般儿童 那这样子会不会 对福利团体也是有 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可以照顾到自己原本的 他不会违反自己原本团体成立的宗旨 对 所以有些福利团体想要进来 这是事实 那第二个是有一些教保人员 他们想要自己组成团体 进来办 因为过去教保人员 大家可能我 又教育幼儿园系毕业 我就是去私立上班 然后上的就是愁眉苦脸 然后后来就离职 那大家想 我们有可能自己组成团体 或是组成工会 然后我们就来承办这些政府 对非营利幼儿园 那他等于就是也是让教保人员 自己有一个质押出路 而且是 自己人来创业的感觉 那就跟就是 自己到市场上给私立儿园老板 聘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确实现在政府是锁定 这两种类型 一个是福利团体 他可以让他的宗旨之外 再扩张做幼儿服务 那另外一个就是让教保人员 自己出来组织成团体 来接这些服务 这是目前的策略 那不过 因为非营利二小元上路应该 这个计划4月24号刚通过 所以等于是第一年准备要开始运作 会不会4年之后 效果没有这么好 或是他两年的时候发现 教育部紧张了 可能500班都不到 也许那时候就会有新的策略 嗯哼 这的确是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政府是要往这方向去推 这个政策 怎么样去让现有的工友的这个机制 同时也去做一些改善 会不会也是一个必行的方法跟可能 对其实老师讲的这个 我也跟教育部的官员 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有没有可能工友 你就成本不要那么高嘛 比方说工友的老师 就大家不要想说 我都是要公教人员 薪水跟年金 那政府就是没办法 或者是说 你可不可以工友时间就开得多一点 你不要四点下课嘛 你不要都放寒暑假嘛 这样也符合家长需求啊 或是说你的教材教法 可不可以更多元一点 除了符合国家的幼儿园课纲之外 也可以多一些 就是符合家长期待的内容 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觉得 工友会被教得太少 就是太玩乐取向 虽然从理想上对幼儿教育 那样是应该比较好的 对 但是很多家长其实不能接受 所以那能不能在 就是专家的教育理想 跟家长的教育需求 能有一个折衷 我们对工友有很多这样的期待 那可是后来讨论发现很困难 因为 你要工友老师 不要工教人员身份 大家不会答应 你要工友老师 不要像小学老师一样 四点下课 有寒暑假 他们也不会答应 那教法的 那我们就 这是 这是其次了 光是前面两个条件就做不到 因为 这是现在法规的限制 而且如果我们改变这个法规的话 工友老师一定会反弹 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 后来想要开始走 这种第三条路式的 公共托育政策 其实也是一个不得不然 嗯 不过这当然另外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他如果产生了一个移动的这个效应 那工友的老师他们的相关的权益 恐怕也是要 要同时被 老师说的是说 万一工友的收拓人数变少 对 对 嗯 我其实我在猜 冬佑比较不用害怕 我觉得要怕的是私友 私友会比较严重 因为如果飞行丽幼儿 其实飞行丽幼儿园大概要四年一千半 大概是 三万个名额 其实在全台湾可能四十万个小孩 读幼儿园里面三万个名额算是少的啦 那但是 它会不会影响现在的私友市场 那就是会 四十万里面扎扎实实就会影响三万 那 我会说 这些不管是公友或非盈利 它开出来以后会影响的 就是原本读私友的家庭 可能会选择转到公共托育这个领域来 那我所以我比较不担心公友 那我担心的会是 而且公友老师的权益不会被 给剥夺因为国家已经决定要聘你了 所以他不会把你lay off 可是私友就会比较有这个问题 嗯嗯嗯 如果其实可能我不晓得 因为也许要再细致的去谈这些 这些公友老师 他事实上是不是专案的 或者是其他这种所谓的 所以这可能在他的工作的条件上面 或是他劳动条件上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不同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人力上面 当然如果是所有的家长 或者大部分家长都从私友回到公共 那当然某种程度上面 他对于到这个所谓的非营地的幼儿园 对于这个私友也许是一种刺激 他也许会重新再去调整 他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形态 那如果在衔接上面能够让这些老师们 在私友老师有比较好的劳动条件 而到这个所谓的非营地幼儿园 他其实也应该是一件 一个不错的发展 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设想 这一种概念其实会不会有一些 在城乡上面的差异性的 例如说很多的小学在比较偏向的小学 他其实都已经废掉了 都已经关掉了 你要谈说有一个空间 一个教室 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么的容易 或者是说在比较偏向的地方 这个人口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比较少的话 那怎么去 或者他距离比较远 那他还是会面临到一些相关的托育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办法在你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非营利的模式当中 一并去解决吗 其实现在这个非营利模式 有一块我没有谈的 就是他不叫做非营利幼儿园 但是他的逻辑是一样的 他叫做部落互助 或是社区互助式的教保中心 他就完全是为老师刚刚我们说 说的比较偏向的地区 而设计的一种形态 那他的形态就是 同样是刚刚讲 就是政府会负担经费 然后政府会出空间 那但是他不会要求现在幼儿园那么高的规格 我所谓高的规格就是 刚刚讲说他可能防射 然后还有设施设备有非常高的期待 然后老师的资格非常高的期待 相对比较不会 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在偏向资源比较不符的地方 也可以长出这种托育服务资源 我可能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做规格降低就可以长出来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方说你要办一间幼儿园 也许在符合现在法令规格的情况下 开一间就要五百万 假设是这个样子好了 那在偏向大家就会考虑到 天哪我投入这五百万 可能还不止哦 因为很多偏向国小 房屋破败的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你在该投入这五百万之前 你还要再花一千万修那个校舍 大家就会觉得天哪 我这样做 然后最后结果照顾五个孩子 这个有意义吗 那所以规格相对降低的意思就是 把一些就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迫切的成本 先放到一边 先让老师的待遇OK 有对的人来照顾孩子 这个是前提 那所以我们把成本 公共成本先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让他在偏向可以先长出一个 就是可能没有完全符合在都会地区法令的规定的托育服务 但是现在就可以照顾偏向的小孩 这个思维逻辑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那个社区互助或是部落互助是教保中心 他的设计方式 那不过因为这个也是 幼兆法通过以后就是近年来才开始实验的一个新的心态 所以我不知道他之后的推广性会怎么样 那但是在法规上确实是已经开始思考到 要因地制宜 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用我们用都会去想象的那样的托育服务的规定来设置 大概是这个样子 的确特别是在乡村地方的隔代教育的问题是特别的严重 其实对于家长他其实为了要去工作 所以他必须把小孩留在自己的家里面 然后由他的阿公阿嬷来照顾 那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这种所谓的现行的这种托育的模式 它根本就是一个私人化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种阿公阿嬷这种所谓的文化的特质 或是乡村的特质去结合在你刚刚他刚谈到那个所谓非营的模式 也许是另外一个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点 是其实阿公阿嬷托育是长久以来 我自己也是我三岁之前我也是我阿嬷带大的 对我相信这个是台湾长久以来存在的形态 那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政府曾经思考过就是可不可以把阿嬷当成保姆来用 就是说阿嬷接受过保姆专业课程的训练 然后之后他也可以带别人的小孩 就是变成一个乡村地区的保姆 这样想象好了 但是现在发现已经这个政策已经推大概四年左右 现在发现可能失败了 就是因为阿嬷后来都没有想要带别人的小孩 别的家长也不想要把小孩给一个别人的阿嬷带 就是大家如果要托就是以阿嬷来讲 可能体力的限制可能自己生涯规划的想象 他没有想要再当保姆去赚这个钱 然后对想要真正托育的家长来讲 他把小孩送出去他不会想要给一个就是 第二我同学讲得很好笑 对我同学讲说我干嘛找第二个婆婆来伺候了 他讲白了就是这样 对所以现实上这个阿嬷托育专业化 或是阿嬷托育保姆化的这个期待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也是说 阿嬷的确还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照顾形态 那也许我们要给阿嬷的资源 不是让他去上保姆课程 保姆专业课程让他变成保姆 而是给他一个在他所在的乡村或社区之内的 一个托育的资源据点 也就是说阿嬷可以不用带着小孩只是在家里 他可以带着小孩到那边跟别的阿嬷和别的小孩大家一起玩 然后也许现场有一个老师 那一个是专业的老师 他可以教现场五个阿嬷跟八个小孩 教他们就是那你们生活中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有什么专业的事情要注意 等于就是说有一个专业资源到有一个很多阿嬷的地方 然后让阿嬷跟小孩可以一起在这里得到实质的service 而不只是说阿嬷上了课然后回家自己带小孩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在思考一个阿嬷托育可能有的转折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而且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点 当然他之前必须要做过一些调查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当中的这个庙宇 或者是在教堂或者是在公园里面 其实我们会看到可能不只阿嬷包括我们的外傭朋友 其实也会一起来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样让这个变成是一个社区的中心 然后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专业的协助以及彼此的互助 也许是另外一种可以去思考的这种方法 今天非常谢谢来宾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公共托育 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想象 非常谢谢赵静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谢谢我们下礼拜公共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